红台无线飞 双语第一台 双倍精彩 这里是883家 我是Music&Drama Company的Kim 我是Music&Drama Company的Juni 我是Marcus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所以三个星期我们已经听了他自己的歌曲 Down For You 非常好听 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如果还没有听的话 要去各种串流平台听了 是 然后接下来呢 你的歌迷可以期待什么作品吗 其实现在有在创作第二首单曲了 可以透露一下这个风格是什么吗 就跟Down For You 有一些的相像 就Style-wise 没有像Down For You 那么轻快 That's all I can say 可以透露 你们要知道的话 就要去注意一下他的串流平台 对不对 那你觉得自己在新一代的歌手当中呢 占有什么优势 可能是我的穿作吧 然后可能就我写的歌的Style 有比较不同吧 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 你有没有为自己列下一些目标 我有去过几个凌军节的演唱会 有没有想过要出国发展呢 有没有想过要出国发展呢 泰国 因为我听很多台歌 因为你现在的歌 那个Down For You 它在印尼 是No.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印尼 有有有有有 有什么表演 他们可以邀请我的话 然后我一定会去 所以在这边听到的泰国的媒体啦 还有印尼的粉丝 大家要多多支持一下 现在 哎呦 我跟未来的 Indoor Stadium的歌手 要一起唱歌了 是 我的Mullet Brothers 要一起合唱一首周杰伦的歌曲 为什么选择最长的电影 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听了 可是很久没有听 然后就在Radio 听到 觉得还蛮好 就 went back to listening to it 看起来他非常的激辛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想写什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听我们的Juni 还有我们的Marcus 一起合唱这首最长的电影 我们的开始 是很长的电影 放映了三年 我飘都还留着 冰上的芭蕾 脑海中还在旋转 忘记你 慢慢忘记你 朦胧的时间 我们留了多远 冰倒花的缺 撑起了谁改变 如果再重来 会不会少险狼狈 还是不是 拨开口才珍贵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切成冰 别融化了眼泪 你转都忘了 要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组合 对对对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组合 叫什么 XX XX MXLLT 没有维尔 你们都很会飙高音 所以听得很爽 对 我觉得它非常的 会应变 这个响音非常的明亮 好好听 是 游戏叫做 叫我音乐通 游戏规则很简单 我们的那个关注 我们的美女姐姐在那里 她会发出五个题目 然后你要以那个题目呢 轮流说出跟题目有关的歌名或者 歌词 耶 好 第一题 第一题是关于飞行的歌曲 来 马克斯开始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好 告白气球 哦 飞鸟河祗 孤流泪的气场 哦 哦 OK 气球 我都是气球 非 超气场的几点半 忘记了 10点半 翅膀 哦 林俊杰救了你 候鸟 球鸟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好老 珊瑚海 你要唱出歌词 那个鱼 哇 I can't remember 海鸟更与相爱 只是一场意外 ok 扣一本 太高兴了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等一下你就等那个卡吗 我是我是 ok ok 好 下一题 歌名超过五个字的歌词 输了你 赢了世界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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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字 ok 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啊 5 4 3 2 1 奶奶 我自己来 我们现在Marcus 扣一 你也扣一 Kim还ok 第三题 英文歌名的华语歌曲 down for you 哈哈哈 I'm out 我的歌 Meteor shower 我自己的歌 J-O-A-T Cappuccino 哇 我又要想到林菊姐的歌了 他有一首歌叫 Baby Baby Mojito Julia 哇 想不到 想不到 ok 所以现在Marcus 保重 ok 你不要每次笑他 你笑他下一个就是你 还有两题对吗 还有两题是吗 -2-1 零蛋 好 来 第四题是 M字开头的歌曲 没那么简单 我就是想这个 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也是 Mojito 我的是 莫 美人鱼 嗯 没离开过 我想不出来 第一次听这样子 我真的想不出来 我的mental block -2-1 -1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本地创作 翅膀 逆光 Gopio 人质 学不会 光怀方式 我要快乐 而且西安博哥很多耶 我也是要做的歌 Majula Singapura 我们穿这样有没有 有那个feel 达尔文 修炼爱情 刷机动物 不值得 爱笑的眼睛 当你 害怕 Where I belong 我昨天不是那种 我还可以吗 我还可以吗 累 那些你很冒险的 梦 我想答 他应该要想一个 3 2 安 安 嗯 耶 耶 我在想他说 我要讲安静 哦 所以现在是 你们两个输我赢了 哦 No 刺 刺 哈哈哈 我会给你们美人智 OK Junie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 好 OK Marcus 哪里 就这里呗 OK Beauty Mark Beauty Mark 耶 诶 Marcus超适合的 可是他贴的来生很好看 哪里会 对你贴的来生很好看 你看 Junie 的这个就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 以我们的 非常帅气的样子 我们来问你 每一期我们都会问嘉宾的一些问题 你回想五年前的自己 你会想跟他说什么话 嗯 不要放弃 那这段我想要做音乐 可是我不懂要做什么 所以就有一点好像 Wavering here and there 这样子 所以就会告诉我自己 不要放弃 那你想看到五年后 怎样你的自己 在很多不同 国家和舞台表演吧 希望你完成你的梦想 然后希望你可以有 Indoor freedom的演唱 是 现在我们要VIP seats OK 可是我们结束之前 你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 分享一下你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全部都是XXMX RCS 耶 谢谢你今天上来访问 耶 谢谢你来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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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